9月5日下午 朴海正出席了案例一期 淑尔社会福祉大会仪式 并在仪式上接受了 朴圆纯淑尔市长颁发的 淑尔特别市长奖 长年来 淑海正个人为社会弱势群体 换儿受灾地区群众 给予无私捐赠 6年来的捐赠额 已达到17亿韩元 尤其是他邀请黑粉们 一同为棚户区 九龙村民送上 蜂窝煤及生活必需品 一度成为热点事件 同时朴海正的善行 还不止局限于韩国国内 他也一直向包括 上海儿童福利中心在内的 国外多个团体 进行捐赠与赞助 今年年初 朴海正虽忙于拍摄影视作品 但仍抽出时间 为社会弱势群体 进行志愿者活动 首尔特别是 社会福祉协议会关系人表示 因朴海正多年来 一直进行志愿者活动 捐赠的事情 因而决定为他颁发奖项 不久前朴海任意结束电影 乃劳仙境的拍摄 先准备新剧 四字而引发期待